田中气象站19日上午正式启用了 提供彰化地区更精准的气象预报 防灾及服务 彰化县长王惠美与交通部长林佳龙 气象局长郑明典 田中气象站主任刘芳兰 共同接牌 今天是我们田中气象站 落成正式开放给外界 这也是我们全国第一座 有对外开放的气象站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极端气候 气温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很大 我们中华官又是農業大官 如果让我们的这个乡亲 有到第一时间 就有到我们的气象相关的讯息 能够达到我们的预防减災的一个效果 这是非常重要 那而且呢 我们的气象站在这里后 未来结合到我们电中的好山、好水、好风景 加上一个气象站 对外开放之后 相信有更多人会来我们的电中 这里来走大、来七桌、来八山 在中央地方的合作 我们第一个可以说全面对外开放的气象站 而且不只是气象的观测 跟灾害的这些防救 最重要的还结合了科普教育 那结合了我们科博馆 还有农事所 那把这些跟这个气象有关的资讯 提供给我们 特别是彰化作为台湾股仓 农业很重要的使用 而且作为我们的科普教育 这里面未来会是非常精彩 那又在我们高铁田中站的旁边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到田中气象站 来了解气象对我们地球跟生活的影响 以及怎么样能够推广跟科学有关的普及的教育 田中气象站是全国首作具有教育功能的气象站 建制包含气象、地震、海象、天文主题的 动态及静态现代化展示馆 让民众如同胜利奇境一般 对于气象与地震有更直觉的感受性的学习认知 体现寓教于乐的精神 我们气象局在大概十年前推出乡镇预报 那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乡镇的防灾 那谈到乡镇的防灾 我们就必须要对在地的一些灾害的特性 还有灾害的一些跟气象的关联要有更直接的认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每个县市都能够有一个友人的策站 这样在资讯的沟通上会更有效力 那彰化我们很高兴能够有田中站这个位置 这么好的一个地理环境给我们设站 那我们将来希望能够发挥我们这种乡镇防灾的功能 能够服务在地的乡镜 那现在是已经整个我们公所也配合 把整个厂区整理的非常的干净 也希望我们很多的投资能够在尽快的时间内 我常讲五年内不投资以后去后悔 因为买不到地真的是事实 田中这个地方又加上我们气象站的一个成立落成 所以在这边我要呼吁所有乡亲到我们田中 人家说剃咖来店中早山生水 轻轻松松松到田中 田中520田中我爱你 田中气象站不仅是气象观测及灾害防救 更结合科博馆及农事所 期望可以带给地方繁荣 王县长邀请乡亲带着小朋友一同到气象站 体验全景 虚实整合的科普教育 了解气象对地球及生活的影响 推广科学教育 公益频道林义俊 田中采访报导